來玩這款遊戲 動作貓 射擊遊戲喔 韓國開發的 剛剛有看到韓文 這遊戲其實出了一陣子 幾個月應該有了吧 只是在台譜來講 幾乎沒看過 很可愛的啊 唉唷不行我離他遠一點 我有什麼招式可以應對他 有爽度喔 這裡好像是技能 只是我沒辦法去按而已 我目前只能按跳而已 賣招賣招 下一關 桌皮彈 反彈 要過關啦 這小關卡小關卡這樣子喔 然後拿爭議效果 閃彈 你按住的話會跳很高耶 還可以兩段跳 還算是不錯玩耶 知道了 搗蛋 搗蛋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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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 吃起來 特殊技能激活 唉唷 一股激光把他們全部震退 嗯 還算是不錯 好玩 嗯 啊就是沒在打廣告啊 所以丟在副頻道裡面 沒事的話就玩玩吧 像這種的也不用執著 遊戲是不是最新遊戲啦 沒玩過就是新遊戲啊 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最近出的遊戲也不見得是好玩的 最近出的遊戲都挺無聊的 如果我擊敗BOSS 我將獲得一張證明 BOSS技能的 唉唷 然後欸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有BOSS技能嗎 好啦 看這個 看這個 文字的敘述 都知道應該是韓國開發的啦 喔 講話 做成 最高可以到加9 是不是 是這意思嗎 還是 我剛剛強化到的加9 運輸碎片不夠 明星獎金 然後還有其他的啊 這個碎片都不夠 那 取得碎片是不是 因為有賽季嘛 取得碎片可能就是要打關卡啦 豪華裝備箱 第一次是沒費的 特點 物品 安裝 雙槍欸 等一下 這把槍很強嗎 五十二十二十 啊這個欸 這沒攻擊力啊 算了 我們就用這個吧 來啦 再進來隨便打一下看看 消耗五體力啊 多比太反彈 我這樣子有沒有像葛雷夫 雙 雙被傷害喔 嗯 講到雙被傷害 待會結束了以後 來打一場傳說對決好了 攻擊 三連跳 三連跳也是可以去進行選擇的 閃彈 如果他打擊感更好那就好了 遊戲開兩槍 喔這被我秒殺欸 三倍傷害喔 這比摩恩更強了 接下來三倍傷害 攻速拉高 把這隻BOSS給處理掉吧 輕輕鬆鬆欸 就進去啦 現場他沒什麼在讀取啊 我跟你講海外遊戲啊 延遲 或者是讀取比較緩慢的啊 就是那個 日系的遊戲 過關了 攻速再提升 我要十倍傷害 好不好 或是我要接近他 開技能 砰 十倍傷害你有看到嗎 喔 遊戲就往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